那是吧 就在这里吧 这种原来的办公室 原来的办公室 ok ok 这是我们原来的办公室 对对对 你做的交易的时候 他怎么录下来 在这里啊 share 很容易的 现在资产是什么方便的吧 不像以前 你原来的办公室没有了 没有在里头了 你对原先办公室一个月 两万块钱的费用 哦 两万你看 对 你看这样你看 继续录起来了 对 就是交易就是我们这个 所有的 哦 这都可以录下来 全部都录下来了 他现在就很 从细一点 我发生这个经历都已经清清了 就是我还是想 我们这个细节上 比如说咱 你每天的交易的判断依据是啥 是吧 怎么去走 怎么去去去购买 对 这个想法再详细的再听一听 这个呢 比如说像今天购买 你怎么得出来 现在是这样的 你看啊 现在呢 其实呢 这个每天的市场的运动呢 嗯 是在于这个 就是 就投资人的情绪 嗯 假装每天这个投资人的这个情绪 投资情绪 主要是看这个 这个方面 对 这个依据大概你有百分之七八十 七八十要靠这个分析 对 没有这个呢 就有些相当于懵一样 懵了 那懵肯定不如不如这个 对对 这相当于一个导航 对对对 差不多的时候你再到最后一把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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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成为这个 这个电视台呢 这个美国的新闻 商业新闻电视台呢 就是CNBC吧 嗯 你看到以后呢 你看他这里面呢 第一有人在说 嗯 目前的市场 他只要有人在说 就有人在说 对对 然后呢 你就听他说 嗯 一个问题 然后呢 根据自己 这个判断 对吧 这是我们这个CNBC 然后呢 这上面很多数字 对吧 你看我们就要看那个刀军指数 现在 今天早上差不多涨了400点 嗯 现在呢 掉了 现在只有 72点了 嗯 纳斯拉克的指数 现在是只有94点了 嗯 对吧 所以呢就是说 这个市场慢慢就下来了 嗯 但今天这个市场 下来呢 是百分之百的把握 比方说我 我开始的时候 比方说我昨天 因为市场 就熊市吧 他呢 就是晚上 大家都是害怕 嗯 都会把东西卖掉 嗯 对吧 然后呢 当大家都卖掉的时候 我就买进去 嗯 然后呢 然后心情少了好一点的时候呢 但是市场就会 这个心情平静下来以后呢 嗯 那又就买回来 嗯 买回来的时候呢 他到早上的时候 大家情绪就系好了 就是开始就是 有点兴奋了 他就想买了 对对 想买了 大家正好翻过来 对对对 我们英语叫comparing 就是说跟人家是反的 对 因为你总是要跟90%的人 嗯 反一个方向走 你才能赚到钱 对 如果是大家都 因为这个赚钱 毕竟是少数嘛 嗯 然后买了这些买了这些 买了这些 股票都是 还是从标普五百六挑出来 我们不挑的 嗯 我们只是看宏观的指数 宏观指数 不不不不不不看货股 宏观的指数呢 就是每个人就是说 它的影响因素 只有美国的这个叫 历史啊 嗯 或者政策啊 或者是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重大事件 我们只是知道这个 所有的事情呢 都是公开透明的 嗯 我们我们才要 嗯 我们做的事情呢 都是在 新闻里面的 嗯 不是新闻不要 嗯 没有内部不要 对吧 我们都是搞这个 对对对 就是 因为往往呢 这个这个市场呢 无论是指数也好 外汇也好 这个 商品持货也好 他呢就是说呢 他就是说这种就是 是可以波动的 嗯 但是呢你像那个 一般的商品持货的波动呢 这幅度比较大 嗯 他就是 比较小啊 嗯 像刀金指数呢 就波动就比较小 嗯 对吧 还有外汇 最近一段时间外汇的波动是 比较大 很大 你看那个日元 对 对 但是没 人民币一直在标什么 那人民币 他们掉标的 掉的比他们少得多 对 就是相对来讲 就韩国的啊 这个日元啊 小币种 那些币种 都没办法抵抵抵这个 因为本来是美国是想收购全世界的 对吧 因为他这一掉的时候 你那个感觉掉掉了以后 美国的资金到时候 一下子就像那个 割了羊毛以后再买羊嘛 所以如果 如果哪个市场能进去的时候 所以美国为什么富裕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你中国人 你到这里来 很多人 你离开的这个市场是没办法赚钱的 对 你看你不管做什么 对吧 都是很麻烦的 搞地产啊 搞什么贸易啊 那你看这个东西就是 赚钱就是随着人的概念走的 你就想对了 就这些 就是你刚才说 参照这个指数 就是看完这个 然后你的 你今天早上交易 要看 今天我们交易 你现在交易的互动 目前管理 现在不多 我刚才讲了 我们这有几个上 这有几个是吧 你看啊 我们是用个人开 用公司开都一样 都是用个人 是类似的 只能用个人 用个人开 不要用公司 公司更麻烦 不是要交易太多 不过也不一定 因为公司它是这样的 户人呢 就是说你公司的话 就是你 你所有的费用 都是被控制的 抵除 一般 就是你有办公室啊 你要请客啊 借人啊 借贷费 借贷 可以抵掉 你车子 房子 家庭 你说我在家里办公 我就在办公室办公这些费 所有的费用都给抵掉了 是 但是它的公司里面 如果只是做你这么一个操作的话 那就不能抵了 因为它刚才讲了 它要组织这个 对吧 组织基金呢 肯定我们是在资金里面 但是它现在公司里面 比如说什么业务都没有产生 那可能就能 就放了 就先用个人试 然后 对 先搞了以后 再用组织基金 用公司炒 用公司做 是吧 公司开个账户 同意啊 对 现在就是说 默默的 不清楚 就是你感觉到很好 那就 就是 要是这样的 这两天开始 就是每天早 你一般几点钟 过来 来交流 交流一会 几点几点 一般 最 最比较好的时候 九点半 九点半 一般 一般 我一般早上起来 我早上一大早就起来 我早上六点多钟就起来 OK 因为欧洲这个市场在 实际上视频也能看到 那来也可以 对对对 就这样看很清楚 对 OK 就你现在明亮 你看一下 我现在交易 我买了一点 这个 这不多了 我买了 这是什么 我今天开始买的是什么呢 你看 我这个买的是 昨天是买了这个英镑 但我今天没什么 你看这个 就是买了500万的外汇 你看这个澳元 澳元 多少钱 500万的澳元 就是外汇是很稳的吧 他 所以他有杠杆的 你50万就可以买500万 那是10倍的 可以买1000 可以买1000 千万的 对 就是因为你这个是杠杆 你现在你目前你有没有锁定 锁定哪几个呀 我锁定哪几个 我一般都是 我一般都是锁定 我不是 我就是锁定这个 不是 我就是锁定 纳斯达克之数 纳斯达克之数 对 就是这个 你看 QQQ 对对对 主要是这个 你看 其实我 这几个叫什么 QQQ 是没有杠杆的 OK 就是说你要稳的话 就是一点都不亏 那就用这个 对 对 对 用这个呢 就是 如果这个转1% 这个就转3% 三倍 三倍 如果这个转1% 你用这个 纳斯达克之数 这个呢 SQQQ 用这个 不是 另外一个 在这里 就是这个指数 NQ NQ 这三个 其中我玩的 就是这几个 纳斯达克之数 其实是一个 一个 但是比例不一样 就把杠杆不一样 你看 这个 这个呢 你要如果这个 道经指数 这个叫什么 这个纳斯达克 就是也是纳斯达克之数 但是它是20倍的杠杆 OK 高 但是有杠杆没杠杆的问题 所以呢 你要如果开账号 要不要说 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做 没有杠杆的 然后 然后 非常稳 非常 这个我觉得还是你把 你今天是做空了 还是做涨了 我今天 NASDA 我 我 我开始是 昨天晚上是买 是买涨的 今天是做空的 今天又做空 对 你看 我现在呢 这个呢 你看这个 这个是油 你看这些东西就是 非常强 非常强 跌的时候就要跌 上的时候就往上 走到 实际上 我们要经常研究 这个预感能感受到 又开车一样 能开到什么概念 开下面是吧 对对对 其实呢 你就预感都不要 你看啊 你用这个 每天都说 就是从外行人 就能感觉到 这这么多研究人 人会查查 他都不不不不 有时研究人员 越研究越复杂 越研究越复杂 越从外行 越感觉自然下走 对对对对 你这讲对了 我那时候 过于谨慎了 也不敢开了 对对 我刚开始入署的时候 也是这么 什么都不懂 就是开了这个 就是往上走 他主要是就是说 大机构 他前面说 他不敢 他不敢 他们不能动的 我跟你讲啊 这个90%的这个机构 他讲的那种 这个机构啊 他是不能 不能随意这样 不能像我们这样 短炒的 对 然后呢老百姓呢 也不会短炒 对 所以就 跟着修活动 就稳赚 所以我讲的这个 就是纯粹是一种 观念的卷变 嗯 对吧 第一呢 你是要跟着趋势 对 第二呢 你的幅度不能大 对吧 你大了肯定就是 赔钱的吧 对 但是做那个持户的人呢 他一下子做很多 对 那一下就赔光了 对 所以呢最后呢 就赔掉了 对 你看我们就是 有一个叫 在金融上面 有一个就话叫 Less is more 嗯 你要的越少 你得的越多 嗯 就这个道理 对 如果你想贪 那 那一定把你搞死 嗯 因为 因为金融市场 这两件事情呢 一个是恐惧 一个是贪婪 嗯 如果你慢慢做 嗯 就就慢慢做 嗯 慢慢做呢 你1%的一般的人 是没耐心的 嗯 你想想说一般的人 只有五千块钱 嗯 我就五万块钱 嗯 就我一般 我也 try 我就是实际在试 假如那个几万 那个 啊 嗯 呃 一万块钱的人 来做 这个 嗯 对吧 嗯 就是做一年两年 就是一万块钱 一年半个五十 就变五千了嘛 嗯 然后他就这么算算算 十年也变一半 不断 嗯 但这种一般是做不到的 嗯 你知道吧 绝对做不到的 你想想你实际也背不起啊 你还得吃饭啊 嗯 你不能养一个人 就是比如那一万块钱 天天就 天天就像那个木头 一样的就是 我跟社会打交道去 天天就 就都不能做 嗯 啊 就做不了了 唯一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呢 就是 娃尔街这个搞金融的是这样的 嗯 叫top down 什么叫top down呢 就是说 你有足够那样的大的资金 嗯 让你兴奋的话 假如说 你假如说我一千万块钱 对不对 嗯 我赚了百分之一就是十万了 嗯嗯 啊 我一个一我一天赚十万我 我一天才不耐心啊 嗯 很安全 嗯 嗯 对 但是你想一下 你假如有十万块钱 你要去赚十万块钱 那费多大的劲啊 嗯 对吧 你肯定冒险了 你肯定要去去杠杆吧 嗯 所以呢 我跟你讲啊 我上次跟你讲你是买 就是多和少的杠了 给你的风险 比如说你买少买多少 你听你讲啊 差不多 没有没有杠杆 就这样 刚才讲那个QQQ 就没有杠杆 OK 你开始要杠 就是没有 就是你比如说想转一 和转二三 是一个道理 对吧 一 对对对是一个道理 风险呢 不 风险就不一样吗 风险不一样 就看加杠杆 1%就没有风险吗 对 2%就是加杠杆 万一要亏了 到了1%的5%以上 你所谓的1% 比如说再放100万 就是1%就是放1万 不 你100万 你要赚1%的话 嗯 你就不使用杠杆 因为他每天都多 我知道 那买多少 100万 100万全买进去 对对对 他就是涨1 对就是 OK 他说钱是全进去 是吧 如果要是跌也是跌1 对对对 涨也涨1 如果用杠杆也是一样 涨1涨2跌2 对对对对 OK 他这个是双向的 现在美国的所有就是股票 那现在开始看你的经验和判断基础 对对对 是吧 你这个经验 关键问题 第一第一是经验和判断 嗯 第二是你的风险控制 嗯 如果你没有风险控制 你的经验再好也没有 对 那肯定 是不是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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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个祝福性的 OK 所以呢 你要 那这个等于开好就搁到 就就这个帐户给你就可以这样去操作 对对对 每天我们也不一定天来就是用视频 刚才说也能看清 是吧 对对对 你在那边我要你你教你我这个视频 用哪一个我们对面看的 我们上次不是开过视频 哦 就是这种视频会是吧 对对 每天大概几点 我们到时候可以上 你想 你有什么时候想看 我给你参加 你可以规定一个时间了 他比方说 你觉得从这个专业角度 你给唐老师留下疑问和交流 你什么意见 嗯 我觉得 嗯 就是还是要 嗯 判断一下就是 比如说我们是 嗯 怎么样子 保证这个操作是对的 或者说 就是 你怎么样能保证 现在呢 我跟你讲了 搞投资呢 水仙呢 你说 他说 嗯 但每个投资人说 都说怎么样保证的问题 嗯嗯 这个是这个是 嗯 就是他的心态 谁都想拿着钱 不赔钱 谁都想赚出 对 但是呢 现在假比方说 假比方说 我 嗯 因为我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你关键问题是说 你想赚多少的问题的 嗯 就是比方说 你想赚多少的问题 一二十三十四十 你你想赚的越少越保证了 嗯 对啊 就比如说我觉得年五月吧 如果能做到二十三十日 其实也不错了 但是我给你讲 你每周一的话就是五十二吗 假比方说 我以前是这么做的 嗯 其实我给你讲 你怎么保证 第一 资金安全在你照上的 嗯 这你照上的 嗯 第二 我每一个动作 你都知道的 嗯 我每个动作你就知道 然后你说你现在其实你就炒三个 对对对对 我每次做什么东西 就是我 我做什么东西就是看不太透明的嘛 嗯 我就是做这个 你说我就 规定做这个 嗯 然后呢 一般来你就是 因为这个是每天的波动的 嗯 每天都看的 我当时我为什么一下子搞到一百多个客户来 因为在他自己账上 他看了以后呢 他就很兴奋 对 他马上就告诉朋友了 这样讲了 所以呢 他就对着安全嘛 对吧 嗯 他他他他他他在自己账上弄得了 对对 第二呢 就是说呢 假的说我以前的时候给人家做 我说你把钱放到那里去 我给你保证 对对吧 嗯 你要等百分之二十 以上的都是我的 你连百分之二十 你说的太少了 你这这他唐总的 百分之二十 草总当年每年都百分之三十以上 对 就是叫唐总来设计 我觉得既然选择谁来做 他来思考设计 他现在不是百分之二十 他现在 不是 你现在 因为你说北周百分之一 就是百分之五十 但是怎么能保证每周能一呢 今天不是 我有点怎么保证 这个就是 就是 就是你说 说一千片万片 不是试一片 就是我王杨总家了 嗯 你试了一下 你就发现 一个礼拜你就知道 我我觉得现在几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要跟学 反正今天来了 大概几个意思 对对对 我们这两天就把账户开好 就给你了 对对 到账了 就是一个 第二个呢 反正我们看到原成草总 隔道那也能看到 对对对对对 第二个第三个第三个意思呢 就是来了今天呢 草总我们沟通了 反正大家出事合作 我们内部一个圈呢 做一个基础 那分别 没问题你怎么说 我就怎么说 对 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用作为炒股分成一个比例 如果我们感觉 有 还看你的经验 但是尽量控制风险 比如再拿手腕之后 就 网上找 对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是专门做 你来掌握住 风险控制和跟你的经验 这样子既然信任你 全部信任你 那我要我来发挥 对对对 一定要 你让你身体 要让你发挥 这个 这个我们 因为这个是 但是我们再看 尤其像我 他还学这个 还懂一些 但是英文更懂一些 我觉得我们到时候 每一次在你交易前后 我们最好就这样 视频 大家来 我为什么这样弄 你讲你的新的 我们心里大概知道 那最好 对吧 你说的那个 对啊 对吧 我们这一个机制呢 明天这两天前进以后呢 对对对 我们每天你交易钱 我就先告诉你 对交易钱 咱们沟通一下 听一听 我说杨博 现在我要开始 对 这个视频一发去 每天几点 你定了时间吗 对没问题 每天大概你几点 你不要八点交易 那我们就七点半 聊了又要给你时间 你那有 你做的有时间 当然是 我这个不要研究这个 很多时间 对 我只是 我只是看市场反应 不不你得有时间 就是你的时间 那市场反应 以后我就知道 马上就交易 对 因为我这个时间很重要 你得卡到九点就是九点 八点就是八点 对对对对 对吧 你不能一拖 这马上它就变了 对我们 最平坦的是八点半九六 八点半 还有呢就是九点半九六 八点半九点 早上八点半九点半 对对对 还有晚上有吗 晚上这 就是我们 目前我们几个呢 形成一个 对对对 刚刚我们讲我们四个 对吧 到时候见个群 对对 先看一下 对对 然后看我们 我就是每天一定的时间 这个就是 你一定的时间大概咱们几点 按你的时间 我们 八点嘛 这个比方说八点 早上八点 我后来 十点也可以 十点也行 八点来一次 搞十五分钟 十点一次搞十五分钟 对吧 不要搞很长时间 行 对 这就行了 第二个呢 就给曹总我们商量 想做一个 就这方面呢 因为曹总上的视频 你没有见过他 他在这方面 已经振多年 视频我们见过 见过视频 我专门原想 他已经受了很多亿了 在这方面 我跟你说 他是赚一两个亿 人家是赚了本钱拿出来 对对对 本钱放进来 继续投 就本钱投稳的 对对对 其打到赚了钱投风险 对 我们还一直这样 我们当时对王总就讲了一个 我跟你讲 我在这里 因为你看你接触这么多 能在这里头做 长寿江 长寿江 唐盛江的那个真少 对对对 很少很少 就我跟你 因为我上次 我们聊完以后 我就一直提到这个观点 对 对对 我希望我们呢 就是首先 文和长久 对 是吧 然后我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这段时间 我就有机会 发这个基金 对吧 我们可能发的时候 到时候 我们根据我们的数据 我要为啥说 我要录下来 拿这个数据 我给大家讲 对对 我们从这个点 做示范 要三个章 有三个 很重要的事情 你给我炒总 我就是王总 就是你们来办这个事情的时候 嗯 比如说 现在你有 现在有一把方法讲 嗯 然后把我那些东西一看 嗯 非常容易发达 嗯 我现在就是缺你这种组织的人 OK 那么就很容易的 因为我的东西 太有 太有适应力了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我们几个呢 先这样的事录下来 就做成技术 对对对 然后呢我们 你需要加的时候 我们再加 根据这情况 咱往上加 对对对对 因为咱们要做长久做个事 对对对对对 做个事业 对对对对对 这次来就是我们要确定这个 对对对对 我们内部呢 当时 曹总说呢 这曹总我们商量了 对 这个前期呢 就给你提了半生15 15的比例 这是一个 就是半生15 剩下的税呢 鸽子交鸽子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要是打钱 再做的时候 我们就要分成比例 对对对 我这样说 可能我们比如说投100万 对对对 可能后边会跟500万 或者1000万 对对对 大概就是600万 或者1100万 对对对对吧 我们大概这样去做 我们给投资人 刚才谈比例 对对对 我们来做一个规划 所以给投资人怎么做到 我们肯定会给你 咱那一提的 对对对 做一个这样的 比较好 对对 是吧 规模大了 他呢 你要1000万 你10个点就100万 对对 那你很厉害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样呢 就大家一块 这样就全面有积极性 对对 去搞这个事 那每个人都有积极性的 对对对 你不然说哪个人在积极 谁干 对 明天早上这两天 我给潮州我们做一个视频 对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 发作这个事 然后上次一直聊了 对对 对对 我们这样我就出不了经历 你说每天8点 早上10点 8点 对 一定不影响你 你可以随便定死 我们都无所谓 你超出前超出后都行 对对对对 今天总结一下今天是再讲一下明天的预测就行 对对对对 你啥时候预测就是大家去看 我们可以看之后 对对对对对 尽量不占你的时间 不不不 因为你这个交易时间尽量不占 一般只要有这个电视 OK因为电视 可以可以 你也可以视频 对可以 对 你把那个人家那么早8点钟怎么过来 过来就是 我们刚才讲的是视频 就过来就是 那肯定不是那么早 大家都不用跑 因为我上次跟你们俩见过 今天我是给外甩方跑过来 对对 我说来了了 我就跟他前面约一下 我说一块聊一聊 我们呢 想当一个事做 当个事业做 不是简简单单的这样 我们的背后呢 我刚才上一次你没见了 晚上还见了 我那个朋友呢 这20多年嘛 还投了很多实业 他那归根到底的就在这上面 大概赚了一两个亿 每天这个账户上 就是大概五六千万 每天都在交易 所以后来我给他介绍 我就说 这是他一个 他背后这样的人 很多很多 对对对对 我想我们说我们可能 就是我们自己操作就够 对对对 可能我们不用多 有一两亿加币 或者几千万加币 就真的是 我刚才一千万 你一百分之十 就一年一百万 你又那两三个 你就很稳妥 对对对 稳妥的是 主要是在你的这个经历里操盘 对对对 有人能咱造一个航母 那些航母 操作多数很重要 你别操作多数这家开不好 我们到时候就得吃吧 所以说我说 大概这么一个思路 真的在大前面 人家在这方面 有赚了很多了 这些股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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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他现在一直在操作 我整理我们把这个展开以后呢 我们都可以拿那一个帐户 你也可以研究研究 对对对对 我们主要的操作是国内的 对对对 一直就一直赚了这么多年了 很多年了 对对对 大概赚了有二十年了 对对 差不多二十多年了 对对对 可以可以可以一直这个 就是这个我们的手机 你自己的手机 随时用你的手机可以打开看 每天的交易 每天的交易都有 就是你随时可以看到 而且给我们账户是一样的 对对对 像我们给客户管理 肯定都在用基金了 就是你给 你不可能叫每个客户都到 比如他赚半分之五十 你叫客户四到五十 你给他多少 到时候肯定不舒服 对吧 我们肯定要设计一个这个模式 这个很基金的模式 对 就大概就是今天来主要的 就是碰碰头 确认一下 我估计明天后天 视频完就这几天 对 把钱都进来 对对 当然我们就在视频上 我会方便你 我只要回来 有点劲 对 对 你每天就是同一个视频 实际上咱要的目的就是 对 你反正这个事呢 如果是要按你所讲的 那正好有把握 基本上是百分之九十的把握 对吧 基本百分之百把握 那这样操作也就很容易 对对对 我看我要不要跟王晨王总 沟通一下 我看他怎么 因为我说我的理念就是 我要投资带他投 我才能感觉到 大家能当 你说我是发起人 我不投资让别人投 那一般我不这样 对 我不这样做事 他反正是 他是 是 我没跟王晨王总 我问过他 我说咱俩一会儿 投拜先开始了 他说他不投资 我也没有具体往下走 是吧 而且他说他越 他尽量一直在做投资 他尽量一直在 管他的账户 没有没有没有 他就跟着他学 让他自己操作 我们怎么跟着你学呢 我们有个群 来来来给我拉一把 拉进去 你再换个名字 你再换个你的 你的名字里 大家都知道你的一样 可以吗 是吗不知道 知道啥呀 你扫我我扫你 我就叫我 等我喊我 扫我 好 我就算这个名字 对 你的那个微信就叫米粒 对 米粒 米粒 大米粒 好近 这怎么学呢 就是 你看看 你这给唐老师跟人家做的 怎么学 叫唐老师讲 怎么教 他下回 这个我上次就要说了 我觉得像尤其 因为大家的背景都不一样 我认为 你就是四番效应就是拿安利 是吧 就是人家来看病一样 我自豪了多少人 不用跟他讲手术怎么做 推倒手术怎么 讲那些东西可以讲 就是重点提出来就行了 是 因为你给 像我们这样呢 我就是 说白了就是看你的经历 我觉得这么多经历 都是你的财务 是吧 不管是成功或失败 这是很正常的 我刚才上次我都来讲了 那邓小平三季三郎 比你厉害得多 他受的罪比你大多了 是吧 但是他这 他的各种因素导致的 是不是 对 所以说我想咱们 弄的同时呢 我会把原来金华的一帮 是吧 做上司公司的一帮 我都跟你讲了 包括谢平 包括邓志宜 是你们湖南老乡 对 这个人 原来是东方资产的一把手 现在到江苏当副省长 我们经常沟通这些 东方资产 是中国的四大资产主义 非常大 那就是人家资产量在10万亿以上 对 那操作人 这些人我们就经常沟通了 对 是 就是我觉得有一帮这样的 这个操作 包括上司公司 我们在这里 我跟你讲 你这个实际上是很正确 因为怎么呢 我 一笔字 一旦出来 那个实践上 我们给投资人 这个 这个 他这一个 你个人呢 因为 王老师讲的 你那个书还有没有再过一本 很多 你那个写那个书 有有 多拿一本 多一本 嗯 嗯 那娘 哎 小龙 小龙 哎 在车子里面帮我拉的书 跟王阳总 哦 好 那 我那书 我跟你讲啊 我那书呢 有三个版本 哦 第一个版本呢 主要是讲技术 就是我是怎么样 出的都有三本是吧 对 那你都给我拿一套 那现在那些 第二 第一本呢 我用的六万册 嗯 到网上到处就是 嗯 第二本呢 还没上网 没没让他们上网 嗯 第三本更没上网 嗯 第二本呢 是去版社区版的 就是 哦 那你下次见面在哪 哦 下次见面 嗯 嗯 对啊 亲上见面 我那个 第二本 第三本 就是 第一本是技术性的 就是说我是谁 我度过股票 我在成功经验 持卖 教训 嗯 就是我是怎么摸过来的 嗯 第二本呢 就是说呢 就是有点就是我对这个 社会 对这个市场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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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格局就大一点 嗯 就是说 我看问题来的 就是我对这个 啊 中国到美国上市 或者是 这些 中国收购 美国这个上市公司 一些看法 这些 人家说 人家说 你都没有去过上市 这个国旗 央旗 你怎么会发 发表这么 这么准确的这个 这个判断呢 对吧 那个人是在这个 原先的五框 嗯 一个 一个 一个高管 嗯 他看到我 看到我的书 以后他输了 从头到尾 我就走了 嗯 走到以后他说 你这个见解 非常不错 嗯 后来呢 我就是因为 知道我后来就是 嗯 比较 就知道一些社会活动 因为 那个 财富峰会 就是说 人家说我的发展是 阶段性的 或者是 跳远式的 就是这本书 是一本 open edition 就是说 是一个开放的版本 嗯 就是每几天把那摧本 没几天摧本 没几天摧本 像试验一样的吧 就是 把有些内容 就不重复 就是新的 就是那个 嗯 但是我还有一本书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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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写的 嗯 那些什么 大的这个 大喊 就是那些媒体 大喊 大喊的 就是俄瑞士 最有名的 教授 他写的书 就是 对我的书的这个屏幕 嗯 这屏幕呢 嗯 就是他看完书以后 他是怎么想的 他是屏幕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有些人呢 就是看这个比较 就像画像样的 一种 特性 嗯 那个专访啊 嗯 就是中央建材啊 東方卫视啊 東方卫视啊 广东卫视啊 都给我们专访的 哦 嗯 然后 我以前我在很多大学里面 演讲的 在国内 就是清华去了 啊 结疆大学 嗯 这个 这个 啊 上海交大 这个 华中理工 嗯 嗯 我都止了汗 嗯 我到这都去了 嗯 所以呢 后来不是跟那个谢平 就是 他邀请了 到了 嗯 我跟他写了一个报告書 嗯 然后呢 后来我就 我本来是想 就想你发基金了 我本来是想通过这个视频 后来我就能够发 大的基金了 嗯 后来东太阳说 因为对这个 这个法律搞不清楚 嗯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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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 就 大家就跑了慢着 对 对 那你们就拍了 哈哈哈 这个很重要 所以那就 那就是 你说 对啊 所以 现在观众们就是说 像你 啊 你们一起来 一来弄这个 嗯 我是因为 原来年度 这给大家创造财富 我认为就可以 对啊 发力上又没有下风险 没有风险 又不是我 不是我 不是我开的 对 我们开的 对 我只是打工嘛 嗯嗯嗯 不承担任何问题 也没什么 OK 因为我是一个工作人员 嗯 你愿意付我多少星球 暴球 对 大家就是 可以可以 行 那就这样 我这两天超级咱们开个会 对对 金钱就先交给 对对 那咱这随时联系 随时没见 对对 我们要这个 对啊 我就是过来啊 我过去啊 可以可以 都没问题的 那行吗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 OK 好 我给王龙怎么说呢 我要给他打个招呼 对对对 我们要给他打个招呼 我还没给他说呢 对 我再给王成在这说一声 我还没给他讲呢 对对对 好 行那我们我们都先走 好